刚刚的问题就是犯了罪觉得不舒服 那这个是不是圣灵呢? 那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了 因为在约翰福音16章8节那里说到 保卫斯来到叫我们为罪为疑为审判自己 习别自己 所以就是圣灵去提醒你了 这个是圣灵内住 圣灵内住是个个基督徒都有的 即是如果他犯罪不觉得有问题 他的属灵生命是有问题的 即是如果他完全不知罪 他应该是未得救的 如果他得救他一定会有回应 不过呢 人和神关系有些好有些弱一些 有些人呢 譬如发脾气 他会知道不对的 但有些人发很多脾气都未知道不对 他真的做得很错才知道不对的 那那个敏感程度是有不同的 好了 那这个是圣灵内住 圣灵充满呢 就不单止是有这种圣灵的感动大令 而是他为人祈祷的时候 那些人会经历到圣灵的安慰能力 祝福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那个彰 或者医治 赶鬼 这些就是圣灵充满他 以至有果效出来 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的定义 圣经没有这么说 圣经只是说 这些人是圣灵充满 然后他很热切传福音又充满喜乐 那看到他们很多神迹歧视 就说到这样的情况 就没有说 这样就因为圣灵充满 不过的确 圣经是说 他们都是圣灵充满的人 就没有说到 这件事因为圣灵充满 不过 有些情况是他们医治 也都比如比特和保罗 都是圣灵充满的 圣经都强调他们的医治 调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